先是胡哥來測試 這是脊椎側彎的X光圖 這是正常脊椎的X光圖 怎麼樣有效治療脊椎側彎呢 我們到復健中心去找答案 謝忠一般人怎麼樣察覺 自己有沒有脊椎側彎呢 一般人我想可以照個鏡子來看看 比如說看你的頭部有沒有歪掉 然後我們可以看看 他兩邊的肩膀 自己兩邊肩膀有沒有一樣高 按在這個骨盤的地方 然後兩手看有沒有一樣高 沿著他的這個脊椎骨 最初出的地方叫做脊椎 看看他的這個 這個有沒有像一直線這樣 這樣情況嚴重嗎 情況是有側彎 但是並不嚴重 我想這個角度應該不大 如果30度以上就比較厲害了 就會造成一些症狀出來 包括像腰痠背痛 更嚴重的話 要不要到我們的心臟 或者是肺部 影響到我們的心碎功能 謝忠我們要問一下 為什麼會脊椎側彎 我們年紀大 10 50度以上 脊椎骨就會退化 退化比較快的地方 跟退化慢的地方 就會不太平衡就會外掉 一般比較常驗的 就是輕輕型的女孩子比較多 大概10來歲那種 可能跟遺産有關係 就造成脊椎的側彎 如果不及時給他做一個矯正的話 有時候會造成他 這個角度會變得太大 造成一些他以後的 生活上的困難 謝忠 正規的治療 脊椎側彎的方法應該是什麼 在25度以內的話 一般我們是觀察 加上一些 我們會教導一些運動 25度到40度的話 我們是建立要穿背架 40度或者到40度以上的話 一般這個角度滿大的 我們是建立還是 所屬治療是比較好一點的 還有運動可以改善對不對 對... 好 那我們是不是要去 看怎麼樣運動 教我們一下可以不可以 太組長來幫大家來 好 那我們一起去物理治療 去運動一下 治療師 我是脊椎往右側彎 我應該做一些什麼樣的運動 來幫助我們恢復腳症 一個是蠟筋的運動 另外會做一些肌力訓練 訓練我們的脊椎的力氣 還有會做姿勢矯正的動作 在躺的姿勢之下 可以請你兩隻腳彎起來 膝蓋跟腳踝並濃的情侶之下 然後手可以放在身體旁邊 放輕鬆 我們要請你稍微收一下肚子之後 把腳往側面偏 偏到你覺得這邊稍微緊緊的時候 就停住 你可能會覺得哪一邊特別的緊 那就可以特別加強那一邊的動作 一次可以做個十回 但是不能有痠痛 另外我們會請你在這個姿勢下 我們要練我們的脊椎跟腰的力氣 先把肚臍微微往下收 之後把尾椎稍微抬高 不用很高 您會覺得我的腹肌跟我的腰 都有用力 對 這樣就可以了 這是一個可以幫助您 做一個拉筋的工具 目的是我們用球這個工具 來幫我拉這邊的 這樣側躺的拉 有時候可以拉到接近30秒 可是以不會頭暈為原則 家裡沒有球怎麼辦 對 沒有球的話 我們用另外一個方式 那就請您就是 跪著 跪著 對 然後有點像膜拜一樣 往前 手往右邊偏 這樣的時候會覺得 這個地方是被拉到了 自己去感覺一下 你覺得哪一邊比較近 也是可以做到十下的 你做這些運動的目的 是讓你的肌肉比較強壯 柔軟度比較好 改善你以後 不會有腰痠背痛的問題 但是側彎已經定型了 是不會改變 已經不可能了 對 不可能再改變 只能讓這樣來 舒緩你的腰痠背痛的問題 對 如果您在家裡 沒有這樣的工具的話 就是自己貼牆壁 整個手往上延展 也是可以 會覺得整個人被拉直了 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可以幫助你把兩邊的肌肉 或是說整個骨骼拉到 你覺得相對而言 它是比較對稱的姿勢之下 各位觀眾 有用治療師教給你的一些舒展 腰痠背痛的方法 你學會的嗎 如果還有出現一些 不是症狀的話 建議您還是要去看醫生的 好 原體實驗室 我們下次再見囉 趕快進練習吧